失去双亲的巨大悲痛,75岁的查尔斯国王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来面对。 在父母相继离世后,他并没有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平复内心的痛苦,而是立即投入到马不停蹄的工作中。 这种工作狂的生活方式成为他逃避痛苦的手段,却也让他的身体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 查尔斯国王的童年并不普通,从小就面临着严苛的要求和与父母疏远的关系。 父母的离世使得他对失去亲人有着更为复杂的情感。 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查尔斯的生活更是在压力和悲伤中度过。 96岁的女王和99岁的菲利普亲王相继离世,不仅让英国王室迎来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让查尔斯的责任变得更加重大。 女王世事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对查尔斯而言,更是一场巨大的考验。 70年的等待,他终于在75岁的高龄继位,但在这个时刻,他需要尽快证明自己的能力,扭转人们对于他的不看好。 这给了他巨大的压力,成为了他工作狂生活的动力员。 在宣布患癌症后,查尔斯国王的公开露面显得更加坚定而感慨。 他看到严间向他致意的祝福者,情绪激动,眼里泛着泪光。 这一幕让人回想起在父亲的葬礼上,查尔斯泪洒现场的画面。 虽然从小就害怕严厉的父亲,与父亲并不亲密的查尔斯对于99岁父亲的离世,仍然表现出深深的情感,眼泪止不住地流淌。 这位国王的内心情感丰富,即使在年代后,当上国王后,他的内在本质并没有改变。 王室专家对查尔斯的观察显示,他从童年期就是一个敏感的人,而这种敏感也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 失去双亲的打击,对他而言,似乎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沉重。 然而,查尔斯并没有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消化和平复这场悲痛。 他立即投入到工作中,成为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狂。 据知情人士透露,国王经常挑灯夜战,晚上很晚才开始吃晚饭,工作到凌晨甚至第二天早上。 有时候,他的男仆发现他的卧室空无一人,去书房才发现他趴在书桌上,埋在一堆文书中睡着。 这样的工作方式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感到诧异,他们常常需要婉转地提醒国王放慢节奏,因为这对于一个已经75岁的老人来说是不正常的。 在去年,查尔斯履行了516次公务,其中94次还是在国外。 这种高频率的工作让他的身体逐渐无法承受,尽管他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但这也使得他的健康状况愈发令人担忧。 失去双亲的痛苦,加上国家的期待和压力,让查尔斯选择了一个极端的逃避方式,却让他的身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工作狂的生活让他几乎忘记了自己已经是一个75岁的老人,而这也成为他身体健康问题的根本原因。 此外,在父亲查尔斯确诊癌症后,威廉王子也不得不结束了自己的假期。 付出工作,但是在出席了两个公务后,他所表现出来的怪异状态和反常举止就引发了不少王室评论员的担忧。 据美国周刊报道,在一次授勋仪式上,在这个荣誉授予,本营庄严的场合,一向稳重的威廉王子居然手滑了,把勋章掉落在地上。 随后不得不弯身捡起,这个尴尬的场面也被无数媒体拍了下来,让王室的颜面有些搁不住。 如果说手滑是个意外的话,那么威廉王子在做国歌时犯困就真的有些说不过去了。 在天空新闻在推特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可以看到威廉王子的身体在前后来回摇摆,昏昏欲睡的他差点连眼睛都闭上了。 然而,在随后的慈善满宴中,看到好莱坞明星阿滩哥后,威廉王子又精神焕发起来,兴奋地手舞阻挡,也许是嗨得有点过头。 在随后上台讲话时,威廉王子又出现了失误,老实说,我在过去几周的生活主题一直是和医疗有关,所以我想来参加空中救护这个晚宴。 这可以让我摆脱之前那一切,不知道是谁给威廉王子写的演讲稿,又或许是嗨过头的王子突然决定临时起义。 自由发挥,威廉的这段致辞在随后让他遭到了不少王室粉丝的抨击。 在凯特王妃的腹部手术被宣布后,曾一度引发无数媒体和粉丝的担心,在术后更是被报道至少需要休息三个月。 而父亲查尔斯国王也在近期被确诊患有癌症,在一家人遭遇如此重大变故之间,威廉王子居然能开出这样的玩笑,也让不少王室粉丝感到震惊。 不少粉丝认为,在国家和家庭遭遇如此困境之际,威廉王子的笑话非常拙劣。 一位粉丝愤怒地在推特上写道这是我们期待的未来国王对待生病的家庭成员应该有的态度吗? 在每日电讯报发布的一篇相关报道中,不少网友忍不住在下面留言表态,纷纷询问凯特王妃在哪里。 还有一位写道,这一切都太可疑了,威廉像喝醉了酒一样去上班,摇摇晃晃,看起来很憔悴。 几周来,没有人见过王妃,王室试图隐藏的黑暗秘密正在慢慢浮出水面。 与此同时,威廉王子与阿汤哥不同寻常的亲密,也不禁让人联想到, 曾经围绕在阿汤哥身上的谜团,神秘的宗教信仰,监控和他们对待女人的方式, 曾有神秘消失的报道,会不会也在威廉王子身上上演? 一些相信阴谋论的网友表示,也许汤姆给了她,威廉王子,如何让影响力超过他们的女性消失的建议? 面对神秘消失的凯特王妃,甚至还有人认为她可能已经去世,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 王室正在试图掩盖这件事。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关于凯特王妃和梅根之间被报道的各种恩恩怨怨, 王室相关人士在近日终于做出了具体回应, 围绕着这对王室轴里之间的是是非非,一直是网友和粉丝们关注的焦点。 在梅根的口中,她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可怜的受害者, 而凯特王妃则被描述成一个端着王妃架子,高傲,冷漠,甚至极度递袭的女人。 在奥普拉、温福瑞的访谈中,梅根向全世界透露,凯特在婚礼前把她弄哭了。 在网妃纪录片《哈里和梅根》中,梅根和哈里表示,凯特王妃不喜欢拥抱。 在第一次见到梅根时,就非常冷漠。 在《哈里王子》的传记备胎中,哈里称梅根向凯特戒唇膏,遭到嫌弃和白眼, 甚至公开了凯特发给梅根的那些看上去冷冰冰的命令式消息。 在消息中,凯特告诉梅根夏洛特公主的花筒礼服太大了, 她穿上的时候都哭了,然后梅根让凯特把孩子带过来让裁缝量身调整, 凯特拒绝并告诉她全部的裙子都要重新做。 在《哈里夫妇》的友人出版的《终局之战》中, 威廉夫妇被写成忌惮新婚的哈里·梅根, 极度他们在国内引发的巨大关注, 并联合王室团队开始了打压梅根的计划, 这本书还称凯特询问阿奇王子的肤色, 暗示凯特是种族主义者。 在这些连天累读的吐槽中,梅根一次又一次的暗示, 凯特和一些王室成员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对他不闻不问, 甚至当他觉得自己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都没人出来帮助他。 虽然一直本着不抱怨,不解释的王室公关准则, 但是面对沸沸扬扬的八卦谣传, 在凯特、查尔斯连续患病后,在王室遭遇重大困境之际, 一位王室专家在近日终于站了出来,决定澄清这一切。 皇家评论员兼记者另上解释说, 凯特并没有孤立梅根,在阿奇王子出生后, 王妃联系过梅根,梅根所谓的新手妈妈,身在一厢, 功力无援,这些故事是不存在的。 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凯特有着丰富的育儿经验, 她试图帮助过梅根, 因为她担心第一次当妈妈的梅根会应付不过来, 但是梅根告诉凯特不用,谢谢。 据知情人士透露,凯特在第一时间向梅根伸出了援手, 热心地向她分享只有过来妈妈知道的育儿经验, 例如如何更好地哄孩子安睡,如何喂养孩子, 就像妈妈们聚在一起会聊的那些话题一样。 她甚至告诉梅根,如果她应付不来的话, 自己可以偶尔过来帮她。 对此,梅根表示我能应付,我很好。 而凯特对梅根的关心,并不是在贬低她。 知情人士称,曾听到凯特说起过真的很担心梅根, 因为作为生过三个孩子的过来人, 只有凯特知道带娃的各种艰辛, 尤其对于新手妈妈来说。 此后,凯特就几乎没怎么见过阿琪王子了, 梅根似乎向他们关上了大门。 而在听到梅根认为自己是种族主义者时, 凯特甚至还发消息向梅根解释, 希望能够澄清误会。 对此,这位王室记者称, 威廉夫妇甚至还询问过她, 对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 而她则告诉他们, 是梅根自己关上了有意的大门, 他们再怎么做都不会让她满意。 所以没有必要, 真相终将会水落石出。 清者自清, 就像这位王室专家说的那样, 真相终将会水落石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